7月18日,陕西师范大学2022年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开笔仪式在该校举行 现场十余位退休老教授及校友共同为2022及新生书写录取通知书 据了解,今年是陕西师范大学第16年坚持退休老教授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 该手写通知书被网友誉为最好的开学第一课,史上最值得珍藏的录取通知书 这份费时、费工、用心、用情的录取通知书是该校老教授们用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饱含着老师们对新生的关爱 感觉我这个从事很宝贵的,可以终身作为留念的东西 因为下来,这是老师们这个心血的流露 老师的这一笔这一笔都是一种笔随一种心情在里头 16年来,手写录取通知书持续改进创新 从普通铜板纸到西末更好的布文纸 再到柔韧而气润的宣纸 现在的录取通知书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 很多同学都会装表珍藏 这份独特的录取通知书传递着文化自信 也成为了学生们心中的骄傲 非常开心收到了闪失大第一份录取通知书 然后就是展开卷以后就可以看到是书法 全笔书法 然后是老教授亲自给我写的 我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的庆幸自己有这个机会 可以有这个荣幸吧 然后就是书法嘛 就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这不仅是老教授先辈对我们的一种期盼 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然后就是这份通知书也会一直陪伴着我 我会把它一直珍藏着 相信它以后也会成为我努力学习的一种动力 据介绍 首写录取通知书是陕西师范大学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先导 是育人的前置课 其目的是希望从入学开始就能唤起大学生们对书写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 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有这个一个基本的从教的能力 要把三笔字写好 把书法写好 然后一生坚持作为一个良好的兴趣 爱好 一生坚持 这样也会讨厌他的情操 我想让学生爱中华文化 让他的学生也爱中华文化 代代传承 发扬光大 据悉 今年连同录取通知书一起寄给新生的 还有特制的银杏页提字书签 每一枚银杏页书签都提写着 在校师生对2022级新生的音音祝福 我们下一个 Beebe 我们下一个期待